为了改善乡里的道路品质 花林县长许真卫14号的下午是特别前往了新城乡以及花莲市等多处的路段进行会刊 而且也评估使用的状况要为乡亲行的安全来做严格把关 新城乡民友街靠近193县道路段 在立法委员傅昆期集合理台乡长任内 与国防部协调后博用土地铺设至今已经有将近20年 陆续出现有军列及破损情形 那花莲县政府将在今年将这条路的重新铺设的部分也把它纳入我们整个预算里面 所以预计今年下半年会把这条路从七星潭这边铺到我们明有街底 就把整个这个片区的部分花莲县政府都把它铺设完成 那也感谢新城乡工作对于我们海九县的部分 从顺安一直到新城村的部分 整个台九县沿线的人行道的部分也跟中央争取这个经费 然后把整个从顺安一直到这个新城村的部分把它人行道的铺面全部改善 所以我想县乡一起合作让花莲更好 为了改善乡里的用路品质 华莲县长徐真卫14号下午特别前往新城乡及华莲市多出路段进行会刊 评估使用情况 并视察每轮地区巷弄的排水系统 将针对异围路段为优先事做改善目标 要为乡亲行得安全做严格把关 记者徐立琴新城乡报导